慈濟她在我上學的時候 有輔助我的學習 慈濟馬六甲分會歲末發放 林凱依上台分享 一字一句發字肺腑 從小就是慈濟在幫忙 所以的話我就想 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讀完書就去幫忙還是怎樣 林凱依的父母是慈濟照顧戶 不良於行 志工從2007年開始關懷 這份愛始終陪伴他們 我們自己要處理 做不到了 因為你們實際 實際中心 來幫我朋友很高興 就謝謝他們不請自來 好像沒有要學回報紙 如今18歲的林凱依 半工半讀 繼續學業 我想要靠我自己的能力 就是可以的話就幫助爸爸媽媽 因為他們其實 他們用他自己的能力來養我 有志工在背後支持 林凱依這份自力自強的精神 也會更有力量 大愛新聞 馬來西亞報導 我過這麼多 cas 咦 柱子 八成 我 傳 我